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许多问题的解决都要依靠计算机 算法是计算机解决问题的核心和基础 那么什么是算法 它有哪些特点又有哪些方法来描述算法呢 就请同学们跟着老师进入第六单元的学习 第六单元 算法与算法的描述 共有四个课式组成 分别是 第一课 从问题到算法 第二课 算法及其特点 第三课 算法描述方法 第四课 常用流程图符号 今天将要学习的是 本单元的第一课 从问题到算法 第一课 从问题到算法 本节课 我们将围绕以下两个方面展开 一 生活中如何解决问题 二 如何用计算机解决问题 我们先来看看 生活中如何解决问题 小达 你知道吗 下周学校要举行钢笔自书写比赛了 我准备好好练习 积极参赛 小雅 我听说了 我也准备参加呢 本来想趁今天周六练练字 但是 我家的墨水正好没了 我要先上网买墨水 不知道快递是不是 能在这两天双休日送到 我正好刚买了蓝墨水和黑墨水各一大瓶 分装一些给你吧 这样你就不用等了 那太好了 不过 你怎么给我呢 今天能收到吗 我可以同城快递给你呀 下午应该就能到了 不过 我平时只收过快递 还没寄过快递呢 怎么办呀 根据我收快递的经验 我觉得 先要包装好物品吧 然后等着快递小哥来取走 再付钱 不知道我想的对不对呢 同学们 网络的日益发展 让我们的生活变得越来越便捷 快递在一定程度上 为我们带来了便利 你可以为小雅描述 如何寄快递吗 老师 我曾经观察过 我爸爸寄快递的过程 他是这么做的 步骤一 先把需要快递的物品进行包装 步骤二 选择一个正规的快递公司 打电话预约快递服务 步骤三 快递小哥上门去见 步骤四 在快递单上填写发货信息 物品信息和收货信息 步骤五 支付快递费 谢谢小达 等一会 我按照你的步骤尝试一下 独自在家寄快递 要注意安全 最好是挑选家长在家的时候 让快递员上门 或者你也可以尝试使用快递柜 非接触寄快递呦 小达被我们描述了 寄快递的五个步骤 同学们可以思考下 这里有没有可以省略的步骤呢 老师 我认为这些都是必要步骤 如果省略了某一步 就不能完成寄快递了 而且 我觉得这些步骤的次序 也不能随意调换 比如 步骤二 预约快递不能放在步骤三 上门取件 后面 根据我的经验 我也觉得这五步是缺一不可的 不过 如果家里没有包装的盒子 那么步骤一 可以调换到步骤三 上门取件后 这里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调整 是的 因为小雅要按照小达的步骤 完成寄快递 所以 关键步骤都不能省略 它们的顺序也很重要 根据不同的情况 可以适当进行合理调整 小达 我请妈妈陪我按照你描述的步骤 完成了寄快递 你等着收快递吧 恭喜你 尝试寄快递成功 也谢谢你的墨水 我一会收到后就开始练字 争取下周 当笔四比赛得奖 刚才的任务中 小雅在小达的协助下 解决了寄快递问题 在描述过程中 共经历了三个过程 首先 观察分析问题 分析寄快递过程中 需要做什么 然后 根据已有的知识 经验 进行判断 推理 描述解决问题的步骤 再尝试按照方法和步骤 去解决问题 如果大家在生活中 善于观察 勤于思考 会发现生活中解决问题 都是按照这个过程 小雅 我收到了你的快递 先谢谢你 不客气 我们一起勤加练习 共同进步吧 不过小雅 我收到了你寄给我的蓝墨水和黑墨水 但是蓝墨水 装在了黑墨水瓶 黑墨水 装在了蓝墨水瓶 哎呀 一定是我在分装的时候 把瓶子的颜色和墨水的颜色弄混了 我想把 这两个墨水瓶内的墨水交换下 让蓝墨水 装在蓝瓶 黑墨水 装在黑瓶 同学们 你们能帮助下小达 交换这两个墨水瓶内的墨水吗 直接把标签换一下就可以了呀 虽然这样可以起到提示作用 但是 由于瓶身的颜色无法更换 所以可能还是容易引起误解 同学们思考一下 还有更好的方法吗 老师 我有办法 准备两个空瓶子 这样就完成交换了 很好 小月借助两个空瓶子 完成了交换 那有没有更简洁的步骤呢 老师 根据小月的想法 我做了改进 我觉得只要一个空瓶就可以了 步骤一 先把蓝墨水瓶内的黑墨水 倒入A瓶中 步骤二 把黑墨水瓶内的蓝墨水 倒入蓝墨水瓶 步骤三 把A瓶内的黑墨水 倒入黑墨水瓶 很好 虽然小月和小达都利用了空瓶 但是小达比小月少用一个 而且也节省了操作的步骤 这样更加有效率 因此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解决问题时 不仅要根据实际情况分析 设计出一定的步骤 也要考虑这些步骤的合理性和效率 小雅 非常感谢你的墨水 我已经开始练字了 一直忘了问你 你这次花了多少快递费 星期一我还给你 同学之间 不用客气 不过你倒是可以猜猜 我花了多少快递费哦 快递费是按照距离和重量计算的吧 很好猜啊 我妈妈正好有这家快递公司的优惠券 抵扣了一部分费用呢 你猜猜我最终付了多少钱 是一至二十之间的整数哦 你猜一个数 我告诉你是猜对了 或是猜大了 还是猜小了 看看你能不能猜到 同学们 你们有什么好办法 能帮助小达 尽可能快地猜出价格吗 我可以从一二三一直到二十 依次猜商品价格 直到猜对为止 我听说过一个方法 从中间数时 开始猜 根据回答 如果猜大了 则猜一至九的中间数 如果猜小了 则猜十一至二十的中间数 如此重复 直到猜对为止 好像你的方法更高效呢 小雅 那我就用方法二 试着猜猜看吧 好 我猜十 猜大了 那我就猜一至九的中间数五 猜小了 那就是六至九的中间数七 猜对了 原来是七元钱 小达的方法二 猜三次就猜对了 如果用方法一 要猜七次才能猜对呢 通过观察刚才的猜价格游戏 同学们 你们是否能尝试总结 小雅在猜价格的过程中 经历了哪些步骤吗 老师 我观察了他们猜价格的过程 我来总结下吧 步骤一 小雅 要获得对方猜的价格数据 步骤二 小雅 要对价格猜数 与实际价格数进行比较 并且告诉对方猜小了 猜大了还是猜对了 步骤三 小雅 根据判别结果 猜对则游戏结束 猜错则重复上述步骤 步骤三里的上述步骤 指的是哪些步骤呢 应该是从步骤一开始 因为小雅 要获得小达新猜的价格 刚才是小雅和小达 完成了猜价格的游戏 那如果让计算机 完成小雅的步骤 和小达完成猜价格 这件事可以吗 那不就是人和计算机 玩游戏 这个 我没想过呢 老师 我觉得应该是可以的 但是我想象不出计算机的反馈 了解了生活中如何解决问题的步骤 我们来讨论如何使用计算机解决问题 老师这里正好有一个猜价格的小程序 小达 你来和计算机玩一下 十 五 七 哇 真的可以呢 那我既然知道价格是七 第一次我就猜七 那我就可以一次猜中了呢 如果程序设计者设计了 由计算机自己定一个 一至二十的随机价格数 这样你就不容易猜中了吧 计算机还真厉害 这次是用计算机扮演小雅的角色 和小达完成了游戏 同学们能描述计算机完成任务的步骤吗 老师 通过观察 我觉得计算机的步骤 应该和小雅一样 步骤一 计算机要获得对方猜的价格数据 步骤二 计算机要对价格猜数 与实际价格数进行比较 并且告诉对方猜小了 猜大了 还是猜对了 步骤三 计算机根据判别结果 猜对则游戏结束 猜错则重复上述步骤 非常好 我们从两个人之间的猜价格 演变成了人和计算机进行猜价格 也尝试着把人的操作步骤 演变成了计算机解决问题的步骤 这些能清楚表达解决问题的方法的过程 就是算法 算法就是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法和步骤 用计算机解决问题 和人们在生活中解决问题类似 分为四个阶段 分析问题 设计算法 编写程序 调试运行 第一个阶段是分析问题 明确已知条件求解目标 确定要计算机做什么 比如在问题三中 要明确的是猜价格问题中 计算机扮演的角色 已知的数据有哪些 告知对方的信息是什么 需要经过哪些处理 第二个阶段是设计算法 也就是根据已有的知识和经验 进行判断和推理 寻找能达到求解目标的途径和方法 构建解决问题的过程 明确计算机怎么做 在问题三中 通过对问题的需求分析 我们明确了 要先获得对方猜的价格后 才能对猜数和实际价格数进行比较 然后再根据比较的结果 显示提示内容 执行相应的步骤 第三个阶段是编写程序 选择合适的计算机程序设计语言 将算法用计算机程序来实现 第四个阶段是调试运行 需要对程序输入问题的原始数据 让计算机一步一步按照步骤执行程序 然后对运行结果进行分析和验证 如有问题可以返回以上阶段进行修正 直到问题得到有效解决 根据计算机解决问题的四个阶段 我们可以让计算机按照设计好的程序 高速准确的自动化处理 帮助我们获得问题的解 好,在今天的课中 我们学会了描述解决问题的方法和步骤 用计算机解决问题 和人们在生活中解决问题类似 所以我们也初步探讨了 计算机解决问题的过程 课后给大家留有思考题 希望同学们积极思考与讨论 今天我们跟着小雅和小达 解决了一系列问题 归纳了在生活中解决问题 需要经历的过程 我们尝试了用语言描述 计快递、换墨水、拆价格的具体方法和步骤 经历了与计算机进行拆价格小游戏的过程 初步知晓了如何使用计算机解决问题 通过这节课的学习 我们总结了使用计算机解决问题的四个阶段 能有条理描述问题的解决过程 是学习算法的基础 老师给大家留了思考题 希望同学们能在课后多思考、多讨论 下节课 我们将讨论什么是算法 一个正确的算法 应该遵循哪些特点 今天的授课到此结束 同学们下节课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